第九百二十九集 此来只为说几句话 说完我便离去 张凡的声音在这个阴冷的溶洞中回荡着 仿佛声音也有重量 鼓荡起的风耳在红宝石湖泊上吹拂而过 涟漪阵浸浮现 湖面上的涟漪只存在了一瞬 就好像只是眼花了一般 但要细看已经全无了踪迹 东黄 凤后黄幽忽然踏前一步 站到了张凡的面前皱着眉头说道 你该不会想让老祖出手对付妖尊吧 张凡从湖面上收回了目光 与黄幽对视似笑非笑地说道 黄幽 你在怕什么呢 哇 黄幽的话尚未出口 就被张凡打断 你说你不信张某能在和五方妖神的对决中存活下来 这话我信 那一战之后我们再见 有意无意的你都在拖延时间 你似乎不想让我和初凤至孙见面 是这样吗 张凡略微踏前半步 拉近了与黄幽的距离 目光如有实质 刺入黄幽漆黑的眼眸中 让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果然 见状 张凡在心中暗自点头 确定了自己所猜无措 刚才那一幕 若是出现在凡间男女身上 那再正常不过了 但出现在凤厚黄幽 这般瘦树绵延数万年的强者身上 就太说不过去了 在那一刹那 张凡分明捕捉到 黄幽那略显慌乱的目光 瞥向了红宝石湖泊 看来 出凤怕是有眼力 否则黄幽估计是不会带我前来的 张凡此念方生 溶洞中忽有悠悠的叹息之声回答 没有起始 没有终点 出现得很是突兀 消失的也没有征兆 唯有那涟漪的湖面 在无声地诉说着叹息之声的源头 凤厚黄幽的脸色有点苍白 好像多年不曾晒到阳光一般 全无血色 你在怕什么 张凡重复了一遍 然后静静地看着凤厚黄幽的眼睛 等待着他的答案 怕什么 东皇 我承认 你是旷古绝今的天才 除了那些一出生 就有大神通的太古生灵之外 从没有人能够进步之快如你 但是你不知道 不知道妖尊 有多么的可怕 那又如何 张凡冷冷的一言 打断了凤厚黄幽略显激动的情绪 黄幽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道 你要对付妖尊 黄幽愿为你撞形色 希望你能够获胜 虽然那很渺茫 但是你若想把老祖宗卷入其中 让老祖出手 那绝对不行 哦 张凡应了一声 看向凤厚黄幽的目光 倒是柔和了几分 没有那么的咄咄逼人 黄幽想要庇护的不是妖尊 而是出凤 这已经足够了 张凡摇头失笑 将目光从黄幽的身上移开 重新拧到了红宝石琥珀上 淡淡地说道 出凤至尊 你听到了吗 难道 你也在怕吗 够了 黄幽一个闪身 拦在张凡和红宝石琥珀之间 泪声喝道 东黄 你能战败妖尊 实力之强 远出黄幽的意料 但是女儿真的是一意孤行 黄幽 也不惧一战 接着 她的声音转柔 看着张凡说道 东黄 我知道你的目的 你是不会成功的 妖尊就算是毁天灭地 再造乾坤 出凤老祖 还有七大圣皇他们 都不会死 都有可能坚持到 下一个世界 重新去开辟 你又何必 一定要把他们 拖入到和妖孙 正面斗争的境地中去呢 说到后来 凤后黄幽的语气 近乎于哀求 哀求的对象 与其说是张凡 倒不如说 是对着那沉默 寂静了无数年的 红宝石琥珀 溶洞当中 一时间 安静了下来 好半生 张凡这才展颜一笑 黄幽啊 你说的不错 就是不去阻止 妖尊毁天灭地 再造乾坤 出凤至尊 也不会陨落的 当初初代妖皇 做不到的事情 今日的妖尊 也做不到 那你又何必 张凡挥了挥手 打断了黄幽的话 但是 天下苍生 一切生灵 血脉后裔 都会死 出凤至尊 你是天下 禽鸟之始祖 五行恐雀 也有一脉不绝 你就真愿意 眼睁睁地 看着他们去死吗 出凤至尊 你是开天辟地 以来第一批生灵 这仿佛天地 就是你的父母 你愿意看着他湮灭吗 出凤至尊 你的气蕴 根植在这方世界 你和这方世界 同时生 或许不会与之同灭 但是 在那开辟的新世界里 真的还有你的位置吗 出凤至尊 我会放你出来 妖皇法相为政 当张某有这个实力的时候 就来放至尊 妥困于此 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张凡一番话说完 稍稍停顿了一下 看着一片平静的湖面 却并没有什么失落之色 只是淡淡地笑着 出凤至尊 你不是黄幽 你应当明白 张某此来 为的之神吗 从头到尾 张某就没有想让至尊 还有圣皇们 替我出手 对付妖尊的意思 那是属于我的战斗 不知道什么时候 在溶洞中一片光明 暖意洋洋 光明与温暖的源头 在那盘旋着的 金乌法相之上 也不知道 是在张凡提及 妖皇法相的时候 还是在他道出 这是属于我的战斗之际 金乌法相 好像脱去了藩梨一般 将这偌大的地下溶洞 映照的如同 当空烈日下一般 在听到张凡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本来愁容满面 满脸怒容 就要豁出去 要阻止的黄幽 也止住了脚步 脸上尽是错愕之色 道德这个时候 他才明白 原来张凡想要的 跟他想象的 完全是两回事情 面对妖尊 这样恐怖的存在 在黄幽想来 自然是想要由初凤 圣皇这般的太古强者出手 才可能有一战之力 那张凡此来 还会有其他的可能吗 可是结果 却出乎了他的意料 张凡的话说完 冲着红宝石琥珀 微微一礼 对着凤后黄幽 稍稍汗手 洒然甩来甩衣袖 转身离去 初凤至尊 张某的话已经说完 这就告辞了 若是有再见之机 想来便是张某 战败了妖尊 来释放至尊您脱困之时 话音未落 张凡脚步不止 已经到了溶洞的出口处 恰在此时 声声的异响 从溶洞中心处传出 由此错愕的黄幽 默然回首 只见得湖泊平静不在 沸腾着翻滚着 有一物从中浮出 似乎有无数巨石 从高山上滚落 闷响声声 又如雷霆在九天上碰撞 轰鸣阵阵 那带着耀眼红光的事物 一经浮现 笼罩在红宝石 湖泊上的薄薄一层 不可见的阻碍 就应激而出 仿佛一张罗网一般 将整个湖泊笼罩 死了 撕裂天地般的声音传来 那从湖泊中浮出的事物 化作了一点红光 从罗网中穿透了出来 静止投向了张返所在的方向 几乎在同一时间 罗网轰然笼罩而下 又把整个红宝石湖面 压降了数尺 露出了本来平齐的湖墙 乍看起来 那湖面似乎如故 只是水位降低了罢了 但是在张凡和黄幽看来则不同 那股蕴含着的力量 明显衰弱了下来 张凡看着这一幕 伸出手来 在虚空中一抓 那点红光落入手中 显出了真容 乃是一片九色绚丽当中 又有火之刚烈的羽毛 凤与九色灵 多谢至尊 张凡将凤与九色灵 攥在手中 重新平静下来的湖面 正次说道 至尊捎待 张某会再回来的 告辞 话音诺下 再不迟疑 背影一闪 已经是消失在了溶洞之中 初凤 一待至尊 决断记下 不需要他感谢 也不用他关心 无上强者 不需要怜悯 老祖 黄幽担忧地喊道 很快 他的声音 便又被一声悠悠地叹息掩盖 整个溶洞中 愈发地阴暗了下来 中央仙界 曾经的一望无银的通天河 今日的干河均裂的河床旁 张凡沿着河床之盼 漫步而来 此处 在不久之前 还有水生滔天 曾见得众神殿天将 仙界一世反抗 虚宁虚物天庭 仙人云团等 那百万天兵 纵横的仙术 进成了过往 就是那初代妖皇诞生的 东亚日出谷 也早没有了踪迹 一片虚无 张凡漫步而来 尤其是无音呢 当他止步的时候 一个不耐烦的声音传来 你怎么才来 话音现出 虚无当中一个身影现出 一步踏出 便出现在张凡的面前 老神主久等了 张凡一笑 叫出了来人的身份 吃天神主冷哼了一声 也不废话 随手在虚空中一扯 一个豁然大动 突兀的出现 这便是七皇界 与中央仙界的通道 当日为仙界一世所开 为圣皇之力所顾 也被吃天神主所隐藏 这个通道在 他们七皇界和中央仙界 或者说与三界人间就联系在 否则便是如过去的 数十万年一般 异于困手 吃天神主一句废话也没有 当前引领 张凡笑了笑 也不多说什么 两大强者一前一后 离开了中央仙界 踏上了一方陌生的水土 你见过除凤了 漠然间沉默了一路的 吃天神主开口说道 嗯 见过了 凤后黄幽曾经想阻止我 神主 难道你也想吗 张凡自然而然的回应 他从没有想过 吃天神主等人 会猜不出他此前的去向 两界通道已开 妖尊的威胁已经近在眼前 七皇界和巫神界前的一行 张凡自是去寻找那出凤了 有资格参与到张凡和妖尊一战的 无非也就是这寥寥几位强者 随口回答完之后 张凡饶有兴致地看着吃天神主的背影 等待着他的决断 吃天神主并没有让他等得太久 几乎就在张凡的话音落下同时 他便接口说道 嘿 没有那个必要啊 张凡挑了挑眉头 饶有兴致地看着吃天神主 是没有那个必要啊 吃天神主也不回应 当先引路 此时两人的脚下左近 已经不再是一片混沌迷梦的空间破碎 而是一个苍亡大地 天高云淡 积木望去 可见有人类部落 错落在大地之上 或似或容 原始地繁衍着 这是魔神的世界 也是还原了太古先民们 生存状况的世界 置身其间 恍若时光回溯 回到那个太古人族 从最艰辛的境地中崛起 一步步走上巅峰的开始 七皇界 这里就是太古七大圣皇 避世的地方 也是一众魔神 和信奉魔神的先民们 被流放的所在 踏步虚空 云雾为梯 与此时的中央仙界相比 这俨然是世外桃源的环境 让吃天神主顿了顿脚步 好像身旷神仪一般 深吸了一口气 第一次回过头来 东皇 你要知道 他们是什么人 张凡从七皇界的景观中 收回了目光 淡然一笑说道 愿闻其想 他们是太古圣皇 毕露蓝驴 一直引领你们人类 走到今日的真正圣者 皇者 吃天神主眼中冒出了火光 却不是那遇到强敌的狂热 而是一种崇敬 数十万年 没有干预三界事物 不离人间风云 这不代表他们没有决断 太古圣皇 不需要其他人替他们做主 也没有人能够影响到他们的决定 本神主也不例外 有何必做那无意义的事情呢 吃天神主 这些话一说完 一转身 继续当先引路 好 说得好 吃天神主 就凭这点 您比凤后黄幽来得聪明 他这是真心赞叹 无论是初凤还是圣皇 哪一个不是这方天地诞生之后 一直生存到现在的盖世强者 什么风雨没有经历过 对他们来说 只是直指本心的决断 绝对不会受到他人的干涉 哪怕是好意 不过 张凡跟随在吃天神主身后 不过几句话的功夫 已经跨越了大半个七皇界的疆域 不是在传说当中 你神主跟圣皇们关系很是紧张吗 看来传言果然不可尽信啊 同皇 吃天神主背影顿了一顿 你要知道 家务事终究只是家务事 再是如何 我们魔神毕竟是圣皇之子 说完这话 他紧闭嘴唇再不开口 脚下加快 瞬息之间已经千江流过万重山 到了一处神奇的所在 无量洞 张凡收起了打去吃天神主时的神色 以凝重的语气 一字一顿地念了出来 在他的面前 一座斑驳着岁月印痕的石碑之上 就以人类最古老的文字书写着这三个大字 石碑之后 一座普普通通的荒山石壁 上面有一洞窟 狂风就从里面呼啸而出 像是天神侧卧在大地上深深的吐息一般 这就是无量洞 凝望着那洞窟半晌 张凡回过头来 疑惑地望向吃天神主 太古七大圣皇 开启人类辉煌未来的无上强者 就隐居在这么一个地方 不需要仔细探查神念扫过 单单一眼望去 张凡就知道 这里是货真价实的穷山恶水 放在人间的话 连炼气器的修饰也不屑于居住的所在 甚至也不是七皇界的什么关键所在 需要圣皇镇压的地眼之类的地方 这只是一块普普通通的地方 没有丝毫的出奇之处 若非是吃天神主引路 无量洞的戒碑明显 张凡绝即无法想到 太古圣皇竟然会居住在这里 吃天神主并没有回答张凡的问题 而是后退了两步 神色复杂地望着无量洞 好半天才缓缓开口 东皇 本神主 就送到这里了 嗯 张凡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我已经数万年都没有踏入期间一步了 所有的魔神都是如此 东皇 你不仅仅是太古一将第一个觐见圣皇者 也是这数万年来圣皇所见的第一个人 东皇 本神主说过 那些都是家务事 好了 告辞了 话一说完 吃天神主最后看了一眼无量洞 头也不回地离去了 家务事吗 张凡沉吟了一下 摇头失笑 要是换一个时候 他或许会深究下去 想来在魔神和圣皇之间 当也是很多有趣的故事才是 但不是现在这个时刻 深吸了一口气 张凡将一切杂念抛却 举步迈入了无量洞中 在他进入无量洞的一瞬间 风声顿指 仿若撇去了屏风 打开了中门 再迎客一班